提款机去领钱 结果这个机器却没有吐出钞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台湾银行凤山分行的这个自动贵源机 昨天大当机了 不少民众提款的时候都遇到卡钞的情形 就纷纷打电话来投诉 而经过查证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这个百元新钞 它的油墨没有干太黏了 才会卡纸造成连续当机 就要过年了民众排队准备换新钞 不过来到ATM提款 却是出现这种状况 我这边那个草票没有了 民众以为提款机坏了 纷纷打电话投诉 不只是高雄凤山分行 大长分行的提款机也全都大当机 对 他不是说新钞 等多久才离 你大概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你还是来进去盘子 前一天领不到阿嬷再跑一趟 经过查证当机的原因 原来是百元新钞出了问题 钞见刚刚印出来的时候 我的游墨都还会 还没干 这个游墨还没干都会加值 把原信钞太黏了 无法分辨张数才会卡钞 银行第一时间赶紧通知分行 在装钞时 要先散开再放 如有民众在遇到卡钞的情形 可拨打旁边的电话 想克服反应 有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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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 谢谢大家